很高兴您来到STAR频道,现在订阅并分享频道会更有趣。 赵丽颖新片前瞻,演绎巨星之路,造型热意为硬鲜火,舆论反响褒贬。 娱乐圈在先波澜,赵丽颖双片齐发引争议。 这位曾经的电视剧女王,如今踏上大荧幕,却遭遇前所未有的质疑。 《浴火之路》和乔妍的新式,两部风格迥异的作品,将赵丽颖推向了舆论的风口浪尖。 赵丽颖,这个名字曾经是收视率的代名词。 从古装到现代,她塑造的角色深入人心。 然而,当她决定跨界电影时,却引发了一场关于演员转型的大讨论。 乔妍的新式的预告片一经发布,立即在网络上掀起轩然大波。 赵丽颖饰演的大明星角色,被网友们贴上了吐气的标签。 有人质疑她是否能驾驭这样一个光鲜亮丽的角色。 也有人认为她的气质与角色设定格格不入。 与此同时,另一位主演新直磊则因过于洋气的形象遭到批评。 这场争议背后,折射出的是观众对演员的固有印象与角色要求之间的矛盾。 在这个以颜值未亡的时代,演员的外貌似乎成了评判其是否适合某个角色的首要标准。 但真正的演技,难道仅仅依靠外表就能体现吗? 赵丽颖的转型之路,不仅是她个人的挑战,更是整个华语电影圈的一次试水。 在男性主导的电影界,女性演员的崛起无疑为行业注入了新的活力。 她们带来了独特的视角和深刻的情感表达,正在逐步改变着电影圈的生态格局。 然而,这条路并非坦途。 从电视剧到电影的跨越,对演员的要求更高,观众的期待也更加苛刻。 赵丽颖能否在大荧幕上复制她在小迎屏的辉煌? 这个问题的答案,将在《浴火之路》和《乔妍的心事》上映后揭晓。 乔妍的心事改编自张月然的畅销小说《大乔小乔》,但电影版本大胆创新。 将故事背景从青春伤痛文学转移到了光怪陆里的娱乐圈。 这一改编引发了不少争议。 有人认为这是对援助的背叛,也有人赞赏这种创新精神。 电影中,赵丽颖饰演的大明星角色,与她以往塑造的形象大相径庭。 这种反差感是否会成为她演技的突破点? 还是会成为她转型路上的绊脚石? 这些问题都让观众充满期待。 与此同时《浴火之路》则走了一条完全不同的路线。 这部励志传奇片中,赵丽颖饰演一位在逆境中奋起的女性。 从预告片中可以看出,这个角色需要她展现出坚韧不拔的意志力和强大的情感张力。 这无疑是对她演技的又一次考验。 两部风格迥异的电影《同期》上映,赵丽颖面临的不仅是观众的质疑,更是来自业界的重重压力。 她能否通过这两部作品,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收视女王,更是一个全方位的演员。 在这场转型之战中,赵丽颖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来自角色本身,更来自观众固有的印象。 多年来,她在观众心中树立的形象是温婉可人的林家女孩。 而今,当她尝试突破这个形象时,却遭遇了前所未有的质疑。 这种质疑背后,反映的是观众对演员的期待与现实之间的矛盾。 我们是否应该给予演员更多尝试不同角色的机会? 还是应该固守自己心目中的完美形象? 这个问题值得每一个观众深思。 赵丽颖的转型之路,也引发了人们对女性演员在电影圈地位的思考。 长期以来,电影圈一直被认为是男性主导的领域。 女性演员要想在这个圈子里站稳脚跟,往往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。 照丽颖的尝试,无疑为更多女性演员树立了榜样。 然而,这条路并非一帆风顺。 从预告片引发的争议可以看出,观众对女性演员的要求似乎更加苛刻。 她们不仅要有精湛的演技,还要有完美的外表,甚至连角色的气质都要与自身完全吻合。 这种近乎苛刻的标准,是否会成为女性演员发展的桎? 在这场转型之战中,赵丽颖面临的不仅是来自观众的质疑,更是整个行业的审视。 她能否通过这两部作品,证明自己不仅仅是一个收视女王,更是一个全方位的演员? 这个问题的答案,将在电影上映后揭晓。 无论结果如何,赵丽颖的勇气和决心都值得肯定。 在演艺事业的高峰期选择转型。 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自信。 她的尝试,或许会为整个行业带来新的可能性。 然而,我们也不得不思考,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,演员的转型是否真的那么容易? 观众的接受度是否已经提高? 这些问题,都需要时间来回答。 赵丽颖的转型之路,不仅是她个人的挑战,更是整个华语电影圈的一次试水。 她的成功与否,将为更多想要突破的演员提供参考。 同时,这也是对观众包容度的一次考验。 我们是否能够接受演员的多面性? 是否能够给予他们更多尝试的机会? 在这个过程中,我们也不得不反思,我们对演员的要求是否太过苛刻? 是否应该给予他们更多的创作空间? 这些问题,都值得我们深思。 赵丽颖的转型之路,注定不会一帆风顺。 但正是这种挑战和突破,才能推动整个行业的进步。 无论结果如何,她的勇气和决心都值得我们尊重。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,演员的转型已经成为一种趋势。 但如何在保持自我的同时,又能满足观众的期待? 这是每一个演员都需要面对的难题。 赵丽颖的尝试,或许会为这个问题提供一些答案。 最后,我们不禁要问,在这个充满变数的娱乐圈,赵丽颖的电影之路究竟会走向何方? 她能否凭借这两部作品,一举奠定自己在电影圈的地位? 还是会在争议和挑战中,逐步探索出一条属于自己的道路? 这些问题的答案,我们拭目以待。